全中国最有潜力的城市在哪 上海是刘洋回来的儿子 那种精致犯 那种傲慢犯 在上海人看来 深圳人那就是乡下人 对上海人很有特点 很多明星住在那 想创业想奋斗 想改变命运的年轻人 很多人已经不愿意去上海了 房价高 上海人好像也比较排外 整个上海呢 国际范很足 但是门槛太高 东北呢 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 那是贫贱夫妻 在最年轻的时候 最穷的时候生的儿子 重工业都在哪 所以东北为国家的建设 牺牲很大 长子嘛 一般牺牲都很大 北京是嫡子 生下来就有优越感 司机都可以给你上下五千年 银河系都给你谈完了 北京叫圈子文化 你在北京再有钱 没有用 你要融进圈子 我服务了很多北京的一些 上市公司老板 一些大企业的老板 他说张老师 北京很大 圈子很小 你在北京有没有归属感 你在北京混得好不好 不是你的钱决定的 是你的不能混进金圈 深圳是什么 深圳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 共和格最小的儿子 刚才这个儿子又聪明 又懂事 而且还很上进 牛掰的城市 一定是地均GDP 深圳是第一 深圳的地均GDP 是北京的六倍 上海的两倍 广州的四倍 所以创业 搞钱最好的城市在哪 还是在深圳 深圳这个城市好在哪 没有人劝你奋斗 因为人人都在奋斗 没有人排完 因为大家都是外敌人 没有人卷 因为我们都在卷 深圳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 没有人关心你是谁 也没有人关心你去哪 我只关心你对我有没有价值 早上谈生意 下午签合同 晚上产品就出来了 一个星期不行 直接砍掉 不纠结 成大事者都不纠结 所以爆发出了 极大的权力 杭州 你到杭州去 也适合草根创业 也适合年轻人去 杭州那个地方 是硬卖出来的 上海资源那么强 杭州能够跑出来 电商思维 节奏很快 一个小老板 一个卖包子铺的 他都会跟你讲 GMV 流量 那都是电商思维 我有个朋友做直播 在重庆一直没做起来 跑到杭州去 做起来了 氛围 所以你要电商创业 踩直播红利 杭州是个不错的地方 还有一个城市 爆发力很快 是吸引年轻人 有才华的年轻人 最多的一个城市是成都 成都的一惊突起 是什么原因 因为成都火锅好 美女多 成都一直美女都多呀 你们不要看 四川这个地方GDP不高 但是消费指数很高 肯定不如深圳 但是全球的奢侈品 还蛮喜欢成都的 LV最大的形象店 就在成都太古里 女性地位高啊 包包又不是男的 再女的嘛 女性地位越高的城市 文明成都越高 消费指数越高 最有潜力 所以成都做了个定位 骗了你们 休闲之独 事与生活 其实早就不是了 成都的整个天府新区 和老城区 差异是很大的 老城区打着麻将 喝着茶 可是天府新区 早就已经是 北上广那种节奏了 爆样996711 腾讯 阿里 亚马逊 包括华为 中国和世界级优秀的企业 都愿意在成都 做一个分布 国家的战略 在大力的发展穿越 你们能知道 为什么本质 长三角 珠三角 是基本面 长三角 珠三角 保证了中国经济增长 可是增长动力 和增长的空间 我们需要去拉大 而且这两年 我们发现 长三角 珠三角 成本已经越来越高 而且世界矛盾很多 大国之间的博弈很多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 稳定的大后方 所以选择了穿越 覆盖一个亿的人口 所以成都的崛起 不是突然的崛起 你知道中央在成都 砸了多少钱吗 整个四川在支持 成都的发展 全部把四川资源 投工了 资源就是像大城市 所以成都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高科技产业 互联网公司 世界五百强 企业吸引了很多 年轻人去 而且成都关键 还打了一个名片 说我们地价便宜 租房便宜 买房便宜 我们美女还多 我们还悠闲 很多北上广 逃离的人 首选就来到了成都 所以能够吸引人的地方 能够吸引产业的地方 能够吸引年轻人 有才华的年轻人 有野心的年轻人 有梦想的年轻人 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人 哪怕是穷人 只要能够吸引这帮人进来 OK这个城市就有活力 再加上一帮富人 愿意住在那里 一帮富人 愿意把钱砸在那里 这个城市 啪就起来了 所以钱跟人的组合 钱跟科技的组合 资本跟科技组合 资本跟人才组合 这个城市就开始暴涨 那你选择什么样的城市 选择什么样的产业 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伴侣 如果你有这样的思维 你会差吗 你不会差 所以很多时候 不是你努不努力的问题 而是你怎么选择的问题